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竹坛YouTube频道啦 那上一期的这个影片呢 我们聊到流浦的本赛季在这个战术上面的这个进步 那上一期呢我们主要呢是聊了这个后防线啦 那今天呢这个第二期的这个战术进步的影片呢 我们就主要呢来谈论我们本赛季中场的这个进步啦 那事不宜迟呢 马上呢就进入本期的这个视频呢来聊一聊呢这个流浦的这个战术啦 好了感谢你呢点击进入本期的这个视频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那你又喜欢呢跟享受我接下来分享这个内容呢 也不要吝啬啦 移动一下你的鼠标呢 或者你的这个手指呢 去按下这个红色的这个订阅按钮呢 支持支持一下啦 那另外呢如果想要看到一些问答啊 或者是比较生活化的这种内容呢 就可以去到我的这个IG呢去追踪我一下这样子啦 每个星期二呢我都会在上面呢 发布一些问题呢给大家呢 跟大家交流交流这样子啦 比如说最近呢我就发布了这个Darguine Newness的这个转会新闻哦 问问看大家呢 他呢到底值不值得这个85M这样子啦 那如果有兴趣呢看到这样子的内容的话呢 也去到我的这个IG呢 就点击一下这个追踪这个按钮支持支持一下本频道这样子啦 好那马上呢就进入本期的这个正题啦 那我们事不宜迟呢我们马上来看这个战术版啦 那Fabinio Thiago呢以及这个Handerson呢 是这个本赛季呢上阵次数最多的这个中场三人组合啦 而且呢其实这个组合呢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啦 因为在这个六普赛季的这个中期呢到这个末期呢 其实一直以来呢克洛普呢都是比较喜欢这个组合哦 那我们在这个欧冠的这个决赛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啦 Fabinio Henderson以及 Thiago的这个三中场组合这样子哦 那我们再往另外一端看去呢我们看向这个战术版的这个 这个右边啦 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一点哦 那Genie One Outer呢上个赛季呢大部分的时间呢其实都是在打这个防中的这个位置啦 那其余呢 Thiago呢还有这个 Curtis Jones呢也是上一个赛季呢打的最多上场的这些中场球员了 然而呢有趣的一点呢是这个 Thiago呢上赛季呢更多呢是主打这个右中中场这样子啦 而不是这个熟悉的这个左中场这样子哦 那上赛季到这个末段的时候呢当这个Fabinio回到这个防中的位置呢 Thiago呢其实还是依然依旧的出现在这个右边这样子啦 左边呢其实更多时候呢是把这个Wan Outer呢挪上去这样子哦 然后到了这个末段的时候呢 Curtis Jones呢就开始减少了他这个上阵时间这样子啦 那相比起这个赛季呢 本赛季的这个中场战术呢有何不同哦同样呢也是两点啦 那第一点呢就是球员站位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中场的这个进攻套路啦 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球员站位这样子啦 那最明显的例子呢当然呢就是这个 Thiago呢 从这个右边呢换到了本赛季的这个左边这样子哦 那同样的啦这个Fabinio呢也回到了他比较熟悉的这个防中位置 那Jordan Henderson呢也回到了呢他自己熟悉的这个右中场的这个位置这样子哦 那即使呢是那么一丁点的这个变化呢 其实也足以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改变这样子啦 那我们这里呢我们就来看看The Athletic 写手John Muller的这篇文章哦 主要呢就是分析呢 Thiago呢在两个赛季下来的这个站位这样子啦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上赛季这个 Thiago 的这个定位呢其实是相当的模糊哦 热图上面呢其实是显示啦 Thiago 的这个站位呢其实是分布在这个球场的各个角落哦 甚至是说这个各个中场的这个范围这样子啦 我们要知道了 Thiago 呢并不是一个工兵性的这种中场啦 那这个热图呢如果说是套用在这种 Jordan Henderson 啊 或者是 Wynaldem 啊或者是这个 James Muller 的话呢 反倒是可以被理解的啦 反观呢 Thiago 这种呢是这种控制比赛节奏的这种中场啦 本赛季的站位呢其实就非常非常明确看到呢 就是在这个左侧的这个 Half Space 这样子啦 也是呢这个 Thiago 呢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 最熟悉不过的这个站位哦 那本赛季呢其实非常明显的这个改变呢 就是这个 Thiago 和 Fabinho 呢其实会形成这种 双中场的这种样子啦 然后再让这个 Henderson 呢去往这个右路靠拢 那这一点呢等一下呢我们还会再提到这样子啦 那 Thiago 呢和 Fabinho 呢形成这个双房中的这个战术呢 其实都是在维护这个六苦的这个高压防线这样子啦 那 Fabinho 呢其实更像是一个破坏者哦 去干这种张活这样子啦 呃 铲球啊战术性犯规啊等等的啦 那 Thiago 呢这一边呢只是更多呢利用他的这个 长传能力呢去进行这种大幅度的这个转移呢 把球呢给到这个 呃 两侧这里哦给到这个 Mohamed Salah 或者是给到这个 Sadio Manny 啊 或者有时候呢是一个长传的给到这个 Chad Alexander 呢 或者是给到这个 Andy Robertson 这样子啦 那我们接着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Thiago 的这个搭档 Fabinho 啦 那其实呢我在看了这个数据上面我才发现哦 本赛季呢这个 Fabinho 在这个联赛上阵次数呢 竟然呢比这个上赛季呢还来得少啦 那本赛季呢巴西人在联赛呢 只打了多一场比赛哦 首发次数呢是26次啦 不过呢单单在这个联赛里面呢其实就取得了这个五颗进球哦 那其中的这个两颗呢是来自点球这样子啦 那 Fabinho 呢之所以呢被认定为这个队内的最佳这个防种呢 除了他这个阅读比赛的这个能力以外呢 最重要呢当然就是他的这个传球能力啦 那同样呢其实也是站位上的这个变化哦 那我们从这个 FBREF 的这个数据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那上赛季呢更多时候主打这个中卫的这个 Fabinho 呢 Short Creating Action 呢 也就是这个传球导致打门的这个动作呢其实比这个赛季呢或者是以往的赛季啦来的更少啦那自从加盟利物谱开始呢每个赛季呢其实至少呢都有30颗这个 Shot Creating Action 啦 然而呢上赛季呢仅仅只有23个哦那本赛季这个 Shot Creating Action 呢又是回到了这个该有这个水准啦提升到了第39个这样子哦那其中呢有五颗呢也直接呢形成了这个进球哦那由此可见啦我们把这个球员呢 放在他们熟悉的这个位置呢是至关重要啦虽然说呢这些专业球员呢是有这个能力呢去主打不同的这个位置啦但是呢始终呢还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天地这样子啦 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两位球员呢就可以区分出呢两个赛季以来呢打不同的这个位置呢就可以看得出不同等级的这个 Fabinho 以及 Thiago 这样子啦 那下一个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这个中场的这个进攻套路啦那如果我们说这个 Thiago 呢还有这个 Fabinho 呢一个是这个控制节奏呢一个是这个破坏者呢那这个身为右中场的这个 Jordan Henderson 呢就是一个中场的这个引擎这样子啦那本赛季呢跟上赛季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右中场这一块呢其实是本赛季呢是显得更为主动啊或者更加激进这样子啦即使呢我们想比起我们这个夺冠赛季呢更多球迷呢 其实是会想到 Jordan Henderson 过来这个区域呢为这个 Chad Alexander 呢做出这种 cover 这种动作啦但是呢本赛季呢其实是完全不同啦我觉得克洛普呢有想要去做出一个比较勇敢的尝试这样子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再看这个 The Athletics 写手 John Muller 所做出的这篇分析啦 六普呢三个赛季下来的这个传球网哦那可以看到啦比起这个 E920 夺冠赛季呢本赛季的这个右中场的站位呢其实是更加靠往这个赛季呢 这个边路这样子哦而且这个传球质量呢都是属于这个神秦色啦也就是这种最高传球质量最高的这个呃代表哦那另外呢 John Muller 呢其实这里呢也有做出了一项 呃分析啦显示这个六普呢本赛季的这个进攻来源呢更多呢都是处于这个球场的这个右侧区域啊并且呢这一片空间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啦 最常出现的呢就是这个 Jordan Henderson 呢以及这个 Chen Alexander-Arnold 啦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啦六普本赛季呢 这个右中场的这个责任呢更多呢是着重在于这个进攻上面哦而不是像这个 E920 赛季的时候呢这个 Jordan Henderson 呢会跑过来这个 Alexander-Arnold 身后的这一片区域呢去帮他做这种啊覆盖的这个动作这样子啦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赛季处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Jergan Klom 呢是有想要去让这个右中场呢打得更为激进哦看到Jergan Klom 呢非常大胆的启用这个 Harvey Elliott 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个意图这样子啦只是可惜呢 Harvey Elliott 呢在这个赛季呢早早呢就受到了这个大伤哦所以呢这个职责呢只能由这个 Jordan Henderson 不停的去做这样子啦那如果我们拿出这个 Jordan Henderson 本赛季的这个数据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质量眼哦那我们根据 FBREF呢Shot Creating Action 方面啦这个 Henderson 呢是前所未有的 联赛里面呢就已经有78个Shot Creating Action 平均每场比赛呢2.7颗传球呢导致打门啊更有11球呢是直接转化为这个进球哦那比起 Thiago 呢本赛季呢只有61个这个Shot Creating Action 啦以及 Fabino 的39个Shot Creating Action 呢高出了非常非常多哦那另外呢其他数据呢本赛季 Henderson 的这个打门次数呢也有高达31啦相比起以往的这个赛季呢最高的还是这个夺冠赛季呢只有这个20颗打门哦那传球方面呢 其实本赛季呢也有53脚传球呢是传入这个禁区内啦比起以往的这个赛季来呢平均呢有这个30脚呢是往这个禁区里面走哦所以呢本赛季呢这个Jonathan Henderson 的这个进攻呢真的是提升了非常非常多啦甚至连这个Expected Assist XA这里呢也从这个以往的这个两颗左右呢提升到了本赛季的这个3.8颗助攻哦预助攻啦对不起 那所以呢这些数据呢基本上是骗不了人的啦本赛季呢Jonathan Henderson 呢确实是一个非常进攻的这个中场这样子哦那克洛普呢选择让我们在这个整个右路呢做得更加激进呢这一点呢其实就跟上赛季呢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啦那来到这里呢我就来做一个小小这个总结这样子啦那六普呢这个中场呢其实大致上呢就是比上赛季看下来呢更有这个组织性啦并且呢这个球员的定位呢其实是比上赛季来说呢更加 更加的明确啦上赛季呢由于这个呃后防线哦这个呃商品的这个影响 影响的太重大啦导致这个网纳登呢呃这种box to box midfielder呢都要被拉去呃客串打这个防守这样子哦Tiago呢上赛季我个人感觉啦也是比较像是一个试用棋这样子啦那由于这个Jones啊还有这个网纳登呢都是比较熟悉左路的这种呃中场啦那这个Handerson呢上赛季呢又伤伤挺挺啦而且时不时呢还要回到这个呃中位呢去客串这样子哦Fabinio呢也是唯一一个呃克洛普呢能够把他挪到这个呃中后位的这个人选这样子啦Tiago呢就 就只能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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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克洛普是把上赛季的左侧进攻交给了英格兰小将 那也可以看到克洛普在上赛季是让Jones有更多的空间 去自由发挥自己的长处 所以上赛季的Jones的表现显得比本赛季出色 那本赛季回到这种非常有系统 非常有体系的提法的时候 可以看得出来Jones还没有完全去适应 但是反观是这种非常好的球员 比如说Tiago、Handerson甚至Nabi Keita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这个六普本赛季的这个表现 其实是更上一层楼这样子 也就是因为本赛季打的比较有体系一点 这些球员才得以发挥到他们真正的实力 所以Kurtis Jones本赛季是有一点小小可惜 希望在下赛季可以让Kurtis Jones 租借到一个可能中游队伍 让他更加去适应的这种比较有体系的提法 可以这么说 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六普中场的战术分析 接下来还会有一场前场片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就记得留守本频道 当然如果有兴趣想要看我聊六普的战术进步 后方片的话也可以马上点击资讯卡 去看一下那支影片 如果有兴趣看到我做六普的赛季总结 玩一玩这种Tier List 也可以去到我的频道去查找这个六普2122赛季的总结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和留言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拜拜